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楠 今天去到金鐘這裏 想拍個Vlog給大家看 因為今天港鐵邀請了我們沙鐵區議員 去參觀沙中線過海段 我現在準備去這個集合地點 大家記得幫手like share subscribe我這個channel 事不宜遲我們現在馬上進入 這個視察環節的Vlog 今天港鐵邀請了我們沙鐵區議員 去試測5月15日正式通車的東鐵線過海段 正式通車後大家可以由紅磡站 直接經由新起的匯展站再去到金鐘 根據港鐵的說法 到時由上水一路踏到金鐘 其實只需要40分鐘的車程 確實對新解東的居民都方便了不少 但是東鐵線由12卡車轉了做9卡車 當中還要有一格是頭凳的車卡 繁忙的時間很大機會都會迫到大家 變了灑點魚 當日我們由金鐘站到匯展站 由開車起計去到停車 大概都是用了半分鐘左右 既然來到匯展站 當然就要看看這裡的景點 話說在興建這個匯展站的時候 在工地那裡就發現了三顆的戰線炸彈 在這個時候不如一齊聽聽 看看當時擦彈的過程究竟是怎樣 我可以用簡單的 短短幾分鐘介紹一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我是參與其中一個擦彈的輔助過程 因為板不是我擦的 擦彈是需要專家擦的 但是我用短短幾分鐘 就沒辦法聚熟了整個擦彈過程 因為整個擦彈過程最長的是三十個小時 我們由整個灣仔不平封閉開始 去到真的要把炸彈拆掉 第一次是三十個小時 第二次是二十四個小時 最後那次是十多半小時 因為我們已經累積了經驗 快了 以及擦彈專家已經擦熟了 不只是我們快了 大家有沒有看過 真的擦彈專家出戲 有 記不記得誰是主角 劉華 劉華是電影中的擦彈專家 這裡有一位就是真實版的擦彈專家 上面那位叫Adams 他們幫我們擦第一顆炸彈 我們在一月底的時候找到第一顆 四天之後找到第二顆 在五月份找到第三顆 我沒有人用幾分鐘介紹整個擦彈的程 我簡單地想起一個迷思 給大家解釋一下 有沒有人想過這顆炸彈當時想出來的時候 是會爆還是不會爆 有沒有危險性 八十年開始 什麼都會爆 什麼都會爆 那Adams 我問了一個問題 究竟會不會爆 然後他說 炸彈是當年美軍徹底去炸戰彈 他是一個炸彈來的 當然會爆 第二個答案 如果他不爆 我不用拆了 不是的 要吃玩 對 這個題目也不錯 就是 接著我們第二個問題 你為什麼劉華那套衣服 裝甲 整個太好人 動彈不得走路過路 都會有問題 因為他是一個防爆衣 大家看一張照片 Adam所見的衣服 是一件雨衣 因為當年是九度 還在下雨 他說你動不想穿條件 他說你不用穿那件衣服 出來做什麼 對了 就是做什麼 知道為什麼不用穿 因為這顆東西 如果你爆 五百磅炸藥 國殼是五百磅加上一千個 如果這顆東西爆的話 它的破壞力是遠達四百米 都會有破壞 而溫度是四千度 那就是說 如果他抱著這顆東西 一起爆的話 它會即時溶解 它確定是 I'll be evaporated 所有東西附近都會溶用 好了 第三個迷思 就是很多人問 我看到劉華出氣 他又在地盤炸彈 他在那裡轉了一個洞 然後拿一個士巴拉 拿出來 就說撞針 拿了一顆 安全 我們可以解散 但是為什麼 Adam拆的時候 不是這個方法 他怎樣拆的呢 他有一支壓力水槍 就把炸彈轉了三個洞 兩個大 一個小 一個進來吸氣 然後就把低溫燃燒物 放進去 用二八零三百度的溫度 把炸彈機裡面炸入 就燃燒了 然後當它燃燒完 歷時都可能要過幾個小時 把炸彈安全地拆了 之後 我們有個習慣 就是拆完之後 用這張照片 安全完成了 就去任務 我問 為什麼跟劉華那個不同呢 他說 電影的東西都不會太順利 有劇情的需要 但是其實 他的方法 也是合作的 但是這一顆就不合作了 因為這一顆 在海底放了一百十年 這個位置已經長瘦了 他沒有辦法領出來 但是團長有危險性 如果真的撞到他 是真的會爆 大家可以慢慢拍照 這個其實是一個香港的歷史 除了送房台之外 我們找一些古蹟 在灣仔也找到這顆 其實也是古蹟的一部份 大家可以拍照 打個卡 OK 有問題 隨便問 十年距離的時候 其實有兩顆 是在荒田舊的游泳池下面 這個游泳池 大家可能小時候游過水 那個泳池下面 30年的使用 原來下面有兩顆炸彈 在一個泳池底裡 不過我問過Adams 當你不動它 它是很安全的 對 unless 你大力 很大力 撞擊到那個游泳 令到那個游泳爛了 或者撞了兩支撞針 否則 它在水底下 其實很安全 我想問一下 其實連續三顆 你就找到了 當你找到第一顆的時候 你有沒有一些措施 例如我找到第一顆 那對應應該附近還有幾顆 你試過完成 其實我們 你怎麼預計它只有三顆 不是四顆 很棒 這個問題 給你一個時間解釋 第一 其實我們不是很驚喜的 因為我們在詳細設計 第一階段 其實我們有一個叫封建評估報告 封建評估報告 封建評估報告 其實我們知道 這個 是我們當年的海外線 是一個軍事用地 我們是預計到有的炸彈 它是一個封建評估了半年 所以我們 當我們找到第一顆的時候 是有點害怕的 但不是完全不知道 即是不給它驚喜的 我們是預計到有的 但 不想到真的會中 真的會找到 即是我賣了下海 我都覺得會中 但我不知道真的會中 那我真的中了 這是第一 第二 就是我們其實 當我們找到之後 其實我們建設了一個專家 我們找完第一顆之後 我們找一個專家 有香港的專家最初 因為他比較合適 可以快到 之後我們去英國 聘請了一群專家 幫他做一個 我們叫掃蕾的動作 就是有一個電子 即是有一個電子 是逐米逐米地掃蕾 那掃蕾 掃蕾 我們清晰地做了一個板子 然後才做開花 其實第二顆和第三顆 是我們掃蕾之後 跌菌 甚至炸彈 即是這個東西響的情況之下 我們是用手畫出來的 但其實大家 這個照片 可以給大家看看 這個是 這個是第二顆 對 這個第二顆 我們是在一支樁後面 就在後面 其實很危險 對 其實以這些樁的位置 出些 或者他入少少 有機會 做不做 那聽完講跌的講解之後 我們就踏回車 去到金鐘了 雖然沙中線在接下來 正式通車了 市民多一個選擇過海 當然是一件好事 但是阿南都擔心 在通車之後 都會有很多的巴士路線 因為沙中線的通車 就會削斑 或者甚至乎 整條線都被人咳 變相 令市民都要迫著搭地鐵 到時候沙中線 在繁忙時間的載客量 究竟應不應付得到 這個都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阿南都會在日後通車之後 就會監察著港鐵的營運情況 以及各區的巴士路線的服務 喜歡這條片的你 記得幫忙 按讚、分享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